大家好,歡迎收看耳機狂人,我是卡圖 自從DAP市場有Transportal這個定位之後 品牌亦都要來放膽將機身體積加大 以滿足線路結構、電池等等的需要 iBasso去年推出旗艦機DX20之後 為了令整個設計的潛力可以完全發揮 於是開發極致的版本DX20 Max 追求性能上極限 顧名思義,DX20 Max就是以DX20為藍本 不過就在電池、元件方面作出全面的提升 品牌就用到破壁強者、屠龍之作來形容 講到這麼霸氣的原因,我想都是跟外形有關係 有人認為DX20 Max在體積上已經達到Transportable的水平 我自己就認為仍然是Portable的極限 因為有經歷過用手提錄音機做便渠信仰的用家 都拿過差不多大的錄音機出家用 不過DX20 Max比較重一點 達到700g的重量,就有好幾個原因 其中一個就是電池的部分 這是很多DAP要面對的難題 因為電源直接影響表現 一方面要給到模擬、放大線路有足夠的供應 另一方面,數碼處理、操作系統也都用到一定的電源 加上要保持足夠的續航力 是有一定的難度 DX20 Max就一口氣裝作五組電池 四組給模擬部分 一組給數碼部分 兩邊完全隔離 減少干擾 令到聲音更加純正 說多一點模擬線路的電池 使用正負8.4V高壓電池直接供電 沒有做升壓 所以不會出現升壓而造成的輸出不穩定 干擾等等的問題 確保模擬線路有理想的表現 數碼 模擬的線路板完全分離 減少互相干擾 而且都應用到Comet ROM Panasonic Legicon 這幾間大廠的電容 都同樣是質素的保證 放大器部分 以獲得高度評價的二放模組M8為藍本 再作出改良 同樣是Super Class A 放大線路 用上20枚蒸體管 同時設計上減少蒸體管開關失真 保留Class A 放大器的聲音特色 另外也減少發熱 而且控制好用電 令到播放時間不會太短 因為線路設計的提升 令到DX20 Max 3.5mm單端輸出 最高可以達到4.4V RMS 而4.4mm平衡輸出 更加可以達到8.8V RMS 以便攜機來說相當高 甚至比部分小型座台DAC的耳機輸出還要高一點 之後就講講和DX20相似的地方 首先DAC都用到兩顆ESS ES9028 Pro 這個8核DAC本身性能已經非常強 加上供電和線路上的改善 聲音表現進一步提升 品牌自己量度的信奏比 總鞋波失真的數據都非常出色 系統方面 同樣使用Android 8.1 和 Mango 雙系統 Mango 就是由 Linux 開發出來 專心做好聲音處理 減少其他功能的影響 以檔案播放、DAC 功能為主 比較過真的好聲一點 所以如果只是播放 file 的話 個人建議是用 Mango 系統的 至於要聽串流的話 就可以使用Android 操作的流暢度都不錯 要裝 App 的話都可以使用 APK Pure 拿上手講講機身和其他設計 首先就是外殼的部分 使用了不鏽鋼 減少震動對內部的干擾 也都有良好的屏蔽 對聲音有一定的幫助 同時經過拉絲和拋光的處理 手感和外觀都相當不錯 用了 Sharp 的 5 吋 FHD 屏幕 如宣傳資料所講 的確是給到接近手提電話的觀感 在顯示唱片封面的時候 都感受得到 機身的連接分為頂部和底部 底部是主要輸出的部分 分別是 3.5mm 單端 和 4.4mm 平衡耳機輸出 還有 4.4mm 拉勾 音能控制使用模擬電位器 手感好像在用耳礦一樣 相當紮實 頂部有電源鍵 USB Type-C 18V DC 電源 數碼同軸 光纖輸出共用同一個插座 使用時就需要留意 Micro SD 插卡槽就在旁邊 官網就沒有特別標明最高對應多少 我自己就用到 256GB 都沒有大問題 加上內置 128GB ROM 儲存方面都很充裕 電池方面應該是多少人關心的問題 規格上講是 14 個小時 我自己用了幾個星期 都覺得是接近的 不過可以講講充電部分 由於分開模擬和數碼兩組電池 設計上亦特別將電量顯示 充電都分開 USB 負責數碼部分 支援 QC 3.0 PD 2.0 MT KPE Plus 而 18V 就負責模擬部分 有人好奇 為何不一起充電 亦都有人特意弄一條線 可以充滿兩邊 我自己就覺得沒有必要 因為兩邊耗電的速度不一致 實際經驗一般都是數碼那邊用得快些 所以很多時兩邊都沒有需要同一時間充電 如果每次都一起充電 對於電池的壽命都有少少的影響 之後就到便攜性 很多人覺得700g 的重量很難拿出街 實際上很多DAP加部手提耳抗的重量已經很接近 而用得DX20 Max 基本上都是當有手提耳抗可以直推 所以我都覺得可以接受 還有我自己都配了個掛腰袋 實際掛在牛仔褲旁出街 是沒有大問題的 最後提提原裝配件 個人幾喜歡皮套 手感和保護性都不錯 而跟上2.5mm 轉4.4mm 的插頭 都是相當細心 值得一讚 其餘同軸線 煲機線 都是實用的配件 想知更多可以看回之前的直播 到實際試聽測試 今次分別配上Aroma Thunder Final A8000 Sony MDR MST Sennheiser HD 25 Original 做試聽 以這麼大輸出的機器來說 底座都不算很明顯 在High Game 4.4mm 平衡輸出的情況下 配上不少大耳筒都可以直接推動 而一些便攜定位的耳筒 甚至Mid Game都可以解決 至於音量控制 還有一個建議 如果是用來推高靈敏度 低阻礦的耳機 還可以輕輕調低DAC的輸出 讓音量旋扭可以調整到適當的水平 先聽王若林 Let's start from here DST 64 版本 聲音佈局是自己最喜歡的地方 不論是橫向的伸展 還是縱向的層次都很具體 加上定位 結像又細 同時保持連貫性 擁有良好的完整度 其次就是空氣感 可以由人聲和主樂器感受得到 人聲口型較細 而且輕重對比明顯 氣聲的表達非常舒服 亦都輕輕帶甜美感 琴和人聲都具有穿透力 高頻明亮達不刺耳 尾音處理自然 至於低頻飽滿而且收放快 加上佔在較後位置 控制得很好 聽五月天 掘強 演唱尾版本 即使是流行曲的Live錄音 都會感受到音場優勢 連觀眾帶合唱 歡呼聲 都令臨場感更強 至於樂器定位都很清晰 由樂隊五個人 到其他樂手 和音 和背後的弦樂 都有具體的定位 人聲偏厚實 同時有很高的辨識度 聲線質的捕捉都做得很好 尾段略帶沙眼的細節都沒有錯過 低頻下潛和回彈力兼備 低音結他沉實而有層次 鼓聲都給足夠的力量感 事實上這個錄音 我自己認為錄得不算好 部份播放在聽 甚至會炒一疊 不過DX20 Max 令整個條理好一點 值得一讚 最後又到產品規格和售價 歡迎自己停下畫面看 特別一提 DX20 Max 產量只有999 部 官網已經受慶 代理消息指7月回到這一批 就會消失 大家要留意 總結一下 見到DX20 Max 不知為何有回DX100的感覺 當時大家都仍是叫國專 願意犧牲便攜性 去追求更加高的性能 當然 聲音表現上 我是非常滿意的 廣闊的音場 大氣的聲音 都好得人喜歡 加上推力充足 所以日後都會成為其中一部 我用來做Reference 的播放器 而相比市場上 另外兩部更大的Transportable DAP DX20 Max 都算是便攜的範圍 起碼如果我不用代A9相機出街 都會代他出街用 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按LIKE和訂閱 還要SHARE給朋友看 想看甚麼可以下面留言說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